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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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關注胡星旅案 河南網路主播離奇失蹤 上海訪明起訴國務院遭抓捕遣返 律師團指 葉曉文犯群體滅絕反人類罪 被拒絕入境符合國策 超級晚 酬長逆轉老英國冠 胡星宇事件雖然在質疑聲中結案 然而 早期關注該事件的網絡主播李前緯 卻離奇失蹤 至今已將近三個月 家屬報案 但警方不予立案 關注胡星宇事件的網絡主播李前緯 在去年11月19日晚上離奇失蹤 據家屬發出的巡神歧視 當時李前緯在駕車時失蹤 李前緯的母親在視頻中哭訴 33歲的李前緯是河南人 失蹤前在浙江寧波 從事倉儲物流工作 是家中的頂樑住 家住杭州夏沙 每週在兩地之間亡版兩次 中共一直在打壓有關胡星宇事件的網上言論 據中共官媒12號報導 中央網信辦累計處置1894個帳號 涉及抖音、騰訊、微博、快手、百度 碧里碧里、小紅書等網站平臺 大陸民眾李先生曾經因為評論 並轉發相關視頻被當局找麻煩 新唐人記者熊斌黃宇寧採訪報導 中國疫苗受害家庭近日赴北京 準備集體起訴國務院和國家衛健委 2月11號他們卻遭到警方和維穩人員的聯合抓捕 上海訪明華修珍的女兒唐華 2014年施打狂犬病疫苗後出現癲癇病 至今已有9年 唐華告訴新唐人 她的母親因為集體起訴儀式 在北京遭到解訪 譚華表示目前她和母親都被軟禁在家不讓出門 去年12月1號 10位疫苗受害家庭攜帶1000多位接種新冠疫苗 導致白血病的患者名單到中共國家衛健委套說法 結果有9人被刑事拘留 譚華說 疫苗受害群體希望當局給予前期補償和後期保障 清唐人記者陳傑 李珊珊 李佩玲採訪報導 中共前宗教局長葉曉文申請入境台灣被中華民國政府拒絕 原因是嚴重迫害法輪功等信仰群體人權 台灣法輪功人權律師團11日晚間發表4點聲明表示 人權惡棍葉曉文積極執行江澤民的滅絕性政策 觸犯群體滅絕罪及反人類罪 應該首先向被他迫害的信仰人士謝罪 調研 中共前宗教局長葉曉文嚴重迫害信仰 在國際上被追查遭中華民國政府拒絕入境 台灣法輪功人權律師團發表4點聲明 指出葉曉文積極執行江澤民的滅絕政策 名物上搞臭 經濟上搞垮 肉體上消滅 台灣政府拒絕觸犯群體滅絕罪及反人類罪的葉曉文入境 是完全合法合理的 是兼顧人權和人道的一個決定 1999年江澤民對法輪功進行滅絕性的政治運動開始 葉曉文便積極地參與以及執行這個滅絕政策 陸委會日前核准中國大陸及香港120人許可入境台灣 參加新英法師後世吊驗活動 律師團高度肯定及支持台灣政府拒絕葉曉文入境 認為台灣政府代表人民向國際社會展現 台灣民主法治的價值不容中共挑戰 我們不讓他入境的原因 是他曾經被我們移民署注記過 他注記的原因是曾經迫害法輪功的學員 符合民主台灣人權立國的國策 也符合2010年12月立法院通過 不邀訪不歡迎不接待人權惡棍的提案訴求 以及16個縣市議會所通過的三部決議 葉曉文主掌中共宗教局近14年押迫許多宗教信仰 也被認為是迫害法輪功的主兄之一 他被披露曾在內部講話指出 共產黨的任務是要從地球上消滅所有宗教 消滅人對神的信仰 聲明第三點表示宗教與信仰自由是普世價值 台灣人民不分黨派 不分信仰都應該尊重基本人權 一旦有爭執人物枉顧中共人權惡棍荼毒中國同胞的事實 漠視國際社會的反共大潮 竟然為人權惡棍說像協助窮途末路的中共統戰台灣 論人道主義 相信台灣人民對此會聲表不解與不齒 律師團勸說不要為虎作倉 而聲明第四點 律師團又一次正告中共憲政權 即刻停止迫害法輪功 釋放法輪功學員 並喊話迫害者懸崖勒馬 參與迫害修煉人的元凶葉曉文等人權惡棍 是將面臨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的歷史大審判 留給你們的時間真的是不多了 懸崖勒馬吧 新唐人 亞太電視 程維莫 張東旭 趙婷玉 台灣 台北報導 土耳其與敘利亞邊界發生規模7.8強震已經將近一週 仍有幸存者在酷寒天氣中奇蹟生還 目前兩國合計官方通報死亡人數超過3.3萬 受災人口有2600萬 週日 數百名搜救人員在滿目倉疑中救出更多幸運者 土耳其一名小女孩和一名64歲的婦女 在瓦利下存活150個小時後獲救 目前基於安全考慮部分搜救工作宣告暫停 土耳其政府已下令徹底調查任何涉嫌建築物倒塌的責任人 副總統奧科泰週六表示 迄今已確定並逮捕了130名嫌疑人 這次地震被列為本世紀世界第七大致命自然災害 隨著時間的推移 找到更多幸運者的機會越來越渺茫 死亡人數還會繼續增加 聯合國估計 死亡總數可能會達到5萬以上 世界衛生組織統計 地震受災人口土耳其為1500萬 敘利亞近1100萬 總計至少有87萬人急需加熱食品 世衛組織表示 已從應急基金中播出1600萬美元 用於這次地震的救助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徐哲 林明迪綜合報導 敘利亞西北部是此次地震的重災局 加上多年內戰 人道主義援助受阻 前往敘利亞的聯合國特使 周日呼籲敘利亞反叛軍把政治放一邊 支持敘利亞人民渡過難關 這是敘利亞西北部京德里斯鎮 在遭遇7.8級強陣後 滿目苍疑的街道和建築 敘利亞12年前爆發內戰 造成境內數百萬人流離失所 西北部目前是反叛武裝控制的唯一區域 與世隔絕 當地獲得人道主義援助一直面臨巨大挑戰 目前 敘利亞與土耳其邊境的巴布哈瓦過境點 是聯合國向當地提供援助的僅有通道 地震發生後 這裡的道路也遭到了損壞 聯合國表示 第一批救災援助车隊於周五 從土耳其進入敘利亞西北部 原定於周日從政府區進入叛軍控制的 伊德利捕省的聯合國援助物資車隊被取消 但聯合國官員沒有說明原因 周日 聯合國敘利亞問題特使蓋爾·佩德森 抵達達馬什格 他呼籲人道主義威脅 世界衛生組織一名高級官員周日表示 由於災難性的地震 敘利亞北部的傳染病風險正在增加 世衛組織已準備好醫療小組 前往敘利亞叛軍控制的地區 周日 美東時間下午1點更新的數據顯示 土耳其與敘利亞死於地震的人數已經超過33000人 其中敘利亞死亡人數超過了3500人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清怡 林明迪綜合報導 北約發言人周日表示 任期已經延續三次的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將按計劃於今年10月卸任 不再尋求延長任期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發言人朗格斯库周日表示 斯托爾滕貝格秘書長的任期已經延長了3次 任職近9年時間 斯托爾滕貝格不打算尋求再次延長任期 他的任期將於今年10月結束 斯托爾滕貝格是總部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北約組織 自成立74年來任期時間第二場的秘書長 出身於經濟學家的斯托爾滕貝格 在2013年卸任挪維首相之後 於2014年10月出任北約秘書長 一路協助北約應對多次國際危機 在他的任期內 最後一批北約軍隊於2021年8月撤離阿富汗 去年2月俄羅斯入侵乌克蘭後 斯托爾滕貝格坐鎮北約聯合美國支持乌克蘭 保衛歐洲免受俄羅斯的進一步入侵 並聯手美國和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 在斯托爾滕貝格的推動下 北約還加強了與亞太夥伴國家的接觸 並啟動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的程序 2021年6月比利時峰會期間 北約成員國發表聯合公報 首次將中共列為安全威脅 斯托爾滕貝格呼籲成員國正式中共的崛起 並稱中共並不共享我們的價值觀 去年3月俄羅斯入侵乌克蘭不久 原本因在當年9月正式卸任的 斯托爾滕貝格的任期 被延長至2023年9月30日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清怡 劉芳 綜合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日本牆頭山本猶身 今年將首度在WBC經典賽亮相 大股祥品也有在榜上 中國山東女族隊員家遭強拆 挑戰官方通報 下輪湖上空不明物體 飛越美國多州 拜登下令擊落 戰爭將滿週年 俄軍2月每日超過800人喪命 2月11日神韻巡迴藝術團 在美國康州哈特福德市 布什納爾劇院的兩場演出 全部爆滿 教堂音樂總監觀賞演出後 讚賞神韻使命偉大 推崇神韻展現的神性內涵 演出的魔法 這是非常獨立的 我從來沒有看過的 我心想它很好做 所有人都在很員工 學這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學得很好 得到沒法之一 是真人的 我認為它是一個 最好的演出 教堂音乐总监艾伦·希尔和管风琴师安娜·布罗姆 格外推崇神韵演出的神性内涵 观众表示神韵使命伟大 传递美好讯息 为世人指引方向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诗文 美国康州哈特福德报道 超级晚 酋长逆转老鹰夺冠 欢迎回来 周日第57届超级晚落下帷幕 堪萨斯球长队以38比35逆转击败费成老鹰队 继2020年之后再夺超级晚 第57届超级晚总决赛2月12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举行 首节比赛双方交替达阵得分 第二节球长队四分为马霍姆斯脚踝受伤被迫下场 球长队的进攻也因此停滞 上半场老鹰队以24比14领先 下半场球长队开始反转 马霍姆斯带伤上阵 帮助球长队连续达阵成功 一度以35比27领先 而老鹰队随即将比分追成了35比35 临近中场时分 球长队把握住机会 凭借巴特克的任意球 以38比35险胜对手 继2020年之后再夺超级晚冠军 新唐人记者李博文综合报道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根据彭博资讯 跑博二路记者的说法 苹果正在推动四项金融科技计划 其中两项已经公布 包括先买后付的服务 Apple Pay Letter 以及存款账户服务 另外自去年起 一直有传闻指苹果将推 iPhone硬体订阅制 但因工程问题延宕 迟迟没有推出 消息来源表示 假设苹果真的正在开发 这项新机制 可能会在今年3月或4月推出 日盈总裁黑田东燕 将于4月卸任 由直田河南接替总裁一职 日本自民党政策负责人表示 日盈因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但仍有调整和改革的空间 全球第二大半导体封装核测试服务厂 艾克尔计划将把中国上海的工厂休假停工一周 原因是受到整体半导体环境的影响 没有足够的订单 因此做出了降低成本的决定 台湾电源供应器厂商飞红13号指出 公司发生资安事件 已及时因应阻断对外网路连接 目前受影响的系统服务 皆已恢复运作 目前对营运无影响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蓝星幽舞世界蓝掌2023东京巨蛋开展 兰花被称为花中君子 备受人们的喜爱 近日为期一周的世界蓝掌2023 在东京文京区开展 一百万株兰花争其斗艳 为人们开启一场花的饗宴 十万株兰花 打造的巨型大门 为游人打开一个神奇的兰芝果渡 兰芝谷内 两侧高约4米的岩壁上 装饰着品种大小不一的各色兰花 布局错落有致 方向惺人心脾 行走其中 有如穿行在隐秘的兰芝溪谷 带给人们全新的沉浸式体验 穿越蓝之谷 之夜变得幽暗朦胧 悬挂的兰花吊饰随处可见 沉水声 鸟鸣声 此起彼落 配合巨型热带植物 撒造出神秘的热带雨淋风 长颜其中 令人忘却时间空间 日本世界蓝展开办于1991年 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代蓝展之一 也是日本兰花植人们一年一度的盛会 今年 包括416株羊蓝 41株东洋蓝 60株日本蓝在内的517株作品参展 经过评委严格盛核 分别被授予蓝红白断带奖 其中 蓝断带39株作品中的18株作品 被授予部门奖 最优秀作品的年度日本大赏 更是每届展会的焦点 设计部门参展作品 融入传统日本元素 展现与众不同的蓝之美 作为特别企划 主办方特邀历届蓝展的 日本大赏受奖者参展 对温度 湿度等各种细节 严格要求的日本匠人们 培育出的真品兰花 争气斗艳 进行日本兰花植人的极致追求 为于东清巨蛋城举办的本次展会 将持续到本月14日 新50家农员和尚问兰花爱好者到访 新台人电视台日本记者站 张慧 杨宇 东京采访报导 兵勇健身 美国走红 专家提醒有风险 兵勇近来在美国走红 许多爱好者认为 兵勇可以改善心理健康 提升免疫力 还能减肥 不过专家提醒 对于有些人来说 这项运动可能存在风险 跳进冰冷的湖水中浸泡 游泳10至15分钟 原本是运动员治疗肌肉损伤的方法 如今已成为一项热门的健身运动 自从新冠大流行以来 55岁的美国芝加哥居民 丹奥康纳 几乎每天都跳进一些风险冰雨 在气温摄氏零下5度的冬日早晨 他用铲子将冰块铲开 越深跳入摄氏0.5度的湖水中 冰勇受到爱好者推崇 不过专家提醒 对于有心脏问题的人来说 冰勇可能是有风险的 老年人和体弱者 应谨慎从事这项运动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 在大纪元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情况 截止到北京时间 2023年2月13日 公开声明三推的总人数 已经达到4亿08361,788人 前一天的声明人数为 44,030人 以上是今天的环球直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